Scots, Way of Teaching, American Geography, Root Ambrose Beers, Hughes Google翻译 中文简体,战争是上帝教导美国人地理的方式 作为南北战争的一名士兵,比尔斯 Beers,目睹了一场屠杀的场面 这场屠杀在重要的方面是一场,控制和流的斗争 您可以用伟大的联盟军队的名字来阅读它 俄亥俄州的军队,波托马克的军队,田纳西州的军队,坎伯兰郡的军队 关于奴隶制的斗争也是维护自由贸易的斗争 在俄亥俄州河上游东向西,在密西西比州游北向南 支持我们的新闻,立即订阅 下一世纪的一个决定性问题是 美国人是否可以再将我们拖入 另一场灾难性的冲突之前学习地理 开始的地方是南中国海 穿过这条拥挤的水路 约占世界国际运输量的三分之一 每年价值约5万亿美元 肥沃的渔野约占世界年度不落量的10% 海洋是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在内的多个 主要经济体的生命线 在其东部边缘,海洋将亚洲与美洲连接起来 在其西部边缘,道中东和欧洲 新地图的作者丹尼尔 海洋线外,BI的地图还包括一条从中国伸出来的九条虚线的理论线 以挖出环礁海域的环礁、礁石和浅滩并声称拥有主权 以主张对周围水域的控制权 这种制图闪电战已成为中国的官方政策 被称为九点划线 北京宣称对几乎整个海洋拥有主权 由于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支持其主张所必须的海军和政治力量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南中国海一直是不断摩擦的场面 去年12月 虽然美国人应假期和试图劫持选举而分心 但中国愤怒地指控美国侵犯其领土 并吹嘘其海军从有争议的水域中 追赶了美国驱逐舰约翰、麦凯恩号 由中国在越南移动 故事继续在广告之下 从种种迹象看 事件完全是由人引起的 麦凯恩参与了航行自由 在美国 麦凯恩通过在国际水域航行 来主张通行权 不仅对美国船舶 而且对来自所有国家的船舶 海军黄童坚称这艘船没有被驱逐出境 它只是通过 但是 中国提出这一主张的时机和号战事 未来的危险照透 当美国人卷入一场国内政治危机后 几天后便发生了对国会大厦的暴民袭击 而中国则向世界吹嘘说 它已经派遣了美国海军包装 北京在我们过热的政治中看到了机会 中国的许多邻国乃至世界 都在依靠美国维持着一重要水道的自由通行 中国希望美国退出 因为这将使中国的地区力量平衡失调 并使北京有能力对台湾施加权威 故事继续在广告之下 上帝禁止我们需要战争来学习 这个热点的重要性 我们防止这种可怕结果的最大希望事件里 有利于开放海洋的牢固的国际战线 该机制存在 经过数十年的争论 参议院必须醒悟到改变的现实 并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两代保守派参议员反对该条约 认为这是对美国主权的过渡限制 当美国海军是该阵唯一的比赛时 这很好 但是中国正在建设一支 能够与美国舰队竞争的海军 这意味着美国现在是时候 争取尽可能多的伙伴和盟国了 美国批准海洋法条约 是美国的政策与国际社会的其他部分保持一致 这将清楚地表明 南海日益加剧的冲突 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强国 这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对抗 这个世界取决于自由开放的难准